作词 作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像一阵风划过我心间 带的往往你就在灯火阑陕 有一种情 最好谁不再见 岁月辽阔 支撑终究是在天涯 剪不断 这无休的牵挂 回不下 那纠缠的誓言 时间自由转说 是你我今宿电话 时光不停流转 发展华里的冒险 情愿反转 共一生不及明天 留下云在手心 没一起 冰至这一段情 逍遥 不好意思啊 昨天我有点事情 所以没有去 你等了很久啊 对不起啊 锦绣 你来公司多久了 有一段时间了 你有没有去过资料室最里面的那个房间啊 没有啊 怎么了 没有 那你知道公司有没有在研究什么秘密项目 秘密项目 我不太清楚啊 又不清楚啊 我这到底在干什么啊 锦绣 为了弥补你昨天晚上放我鸽子 今天晚上八点 公司门口见 不见不散 你可一定要准时啊 别再放我鸽子了 嗯 莉莉 怎么了 探险啊 探险 走走走 你吓死我了 这不就是我们平常来的资料室吗 到底有什么嫌好看 嘘 你不知道 我今天问你的话 一问三不知 这里面啊 一定有一个大秘密 昨天我在这里 听见里面的房间有奇怪的声音传出来 我刚要进去看 我而且啪就把我拦住 还趁我发了好大一顿火 说以后再也不让我来了 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有一个大秘密 而且他不想让我知道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查个清楚 董事长不让你去你就别去了 万一他知道的话我担当不起啊 既然都来了 为什么不搞搞清楚啊 何况你不说 我不说 谁会知道 怕什么呀 我们走啦 你连锁都会开 是不是觉得我越来越厉害了 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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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昨天会不会听错了 这里面什么都没有啊 不可能啊 我昨天肯定没有听错 嗯 想不想拿出来 来吧 我来就不想拿出来 咱们 你看我 就不想拿出来 我都没有啥 我都没有了 你自己给摇摇 我想拿出来 Lieutenant 靳秀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西药 西药 我姐做西药干什么 她不是只卖化妆品吗 我就知道这里有问题 怪不得她不让我进来 董事长可能是要用这些西药 做化妆品研究 但西药毕竟是管制品 今天的事谁也别说 收到消息 有药品从上海运往前线战场 我们有理由怀疑 上海有一个他们秘密制药的工厂 我希望你尽快查出 这个秘密制药工厂的所在地 老师请放心 一切已经安排出了 我早已安排下一颗棋子 相信很快她就会发挥作用 很好 我等你的好消息 等他在这儿 再看看 thousands 通过后 这个 fragrance 是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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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感觉那么多 她也应该还有一家 林董事长 英明珠希望能与你共识愉快 真是自不量力 林总怎么会跟她共识呢 就我 我跟你碰杯只是出一礼貌而已 共识就算了 这件事情我已经拒绝了 或许我能让你改变主意 到目前为止 大家都知道我不是一个会轻易改变主意的人 是陪我 向先生 今天早上明珠小姐才刚跟我见过面 下午您就来当说客 向先生对这个女人还真的是挺伤心的 既然要粗诚此事 此人越早越好 我说句不客气的话 您为了讨好一个女人这么做 值得吗 我向寒川认定的是 从来都不惜任何代价 这点跟林董事长您是一样的 放心 我不会为难你的 你不是一直很担心 美华那些小股东手里拿着的 零散的股份吗 我已经替你完成收购了 是这样 这些股份 就算是明珠入职董事会的礼物吧 向先生还真是说服人的高手啊 既给人面子又给人礼子 您都这样说了 我还能不答应吗 要是不答应啊 我就是个傻瓜了 好 欢迎加入美环 你最终还是改变了车 商场上顺其万变 更何况你还有一个那么好的帅 林董事长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半个月之后 这是美华公司一年一度的红装舞会 红装舞会向来是上海滩的盛世 明珠小姐签约成为美华公司的新董事 那她是不是今年开舞的人选呢 我们能不能在红装舞会上 欣赏到明珠小姐傲人的舞资呢 明珠小姐的曼妙舞资 大家到时候一定可以欣赏得到 不过根据美华公司的规定 开舞的人选必须是本公司的优秀员工 这么说明珠小姐不会是开舞的人选 那会是谁呢 我本来想晚点再宣布的 不过既然你已经问了 那我现在就隆重地向大家宣布 她就是台下的容锦绣小姐 董事长 其实我真的不是很会跳舞 那开舞的人能不能换成别人 董事长 其实我真的不是很会跳舞 开舞的人选都已经宣布了 不可能改的 不过就是学嘛 还有半个月的时间 足够了 可是我的手脚真的 你代表的是美华的形象 这是公司交给你的任务 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的话 你还留在公司干嘛呢 告诉我 开舞 你做得到吗 做得到 怎么样 怎么样 我姐肯定没有答应你吧 你不会跳舞可以找人教你嘛 对啊 你说对了 伶俐 可以找人教我啊 谢谢你啊 我话还没说完呢 到底是要我教还是不要我教 我现在说的话 是一点用都没有了 殷绅 向先生今天不在公司 没有他的签字 我做不了主啊 我向盈东领钱都需要别人签字 我的向家确实没有地位啊 不是的 殷绅 好 最近公司资金紧张 所以就管控慎严了 资金紧张 管控慎严 您 您再跟我开玩笑吧 你 你索去就说我哥没钱了吗 或者说是我们向家就快要破产了 不不不不 不是的 是这样的 向先生最近准备收购 好了好了好了 我不想听你在这儿跟我唠叨什么废话 我向盈东的名字在你这儿不管用没关系 出去我一样管用 做你怎么看出来 你想怎么再联系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想要找你帮忙 我需要将你帮忙 半个月以后我们公司要举办舞会 我们董事长说要请我跳开场舞 可是我根本不会跳舞啊 小事儿 我教你 真的 那太好了 孝先生虽然最近不在家 但是家里的卫生还是不能马虎的 每个角落都要打扫干净 听见了吗 知道了 明珠小姐 今天殷绍来过 她要取钱 孝先生不在 我没有答应 殷绍很生气 要不要通知孝先生 不用了 这点小事我会处理的 你先下去吧 精灵 帮我约约沈金融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沈老板 好久不见 当年在百勒门听明珠小姐一曲 我就把你当我心中的女神了 今天你主动约我 我太开心了 沈老板这么说 那我先干维京 沈老板这么爽快 那地皮家租的事 是不是可以商量一下 只要你陪我一晚上 让我干什么都没问题 沈老板 这个条件是不是太贪心了 男人都贪心 更何况面对明珠小姐这样的美人 沈老板 我们是不是可以谈谈其他的条件 我就这个条件 沈老板要是这样的话 是吧 恐怕这笔生意你做不起 等等 你明珠小姐好兴致啊 你把我沈金戎耍着玩是吧 你凭什么跟我谈条件 就因为你身上有几两肉 别跟我装正经 有钱谁都可以睡你 你还真把自己当女神了 你这个人下流下贱猪脑人渣 竟然还敢碰一鸣猪 你们向家人还真有意思啊 大嫂刚招惹完男人 小叔子出来帮出气啊 一家亲哪 我告诉你 那明珠找我谈生意 那是为了向寒川 你向家二少爷 从来不过为生意的嘛 怎么 你搁这一走 你嫂子你也站了 这生意你也抢啊 你手臭小子 打他 说什么 各位 找死 找死 英东 你受伤了 跟你无关 你哥现在不在 你不要在外面惹事了 我向英东在所有人心目当中的形象 就是吃喝玩乐和惹事 是吗 现在沈金龙的降租合同下不来 向家不光只有向寒川一个人 还有我向英东也是 我保证 半个月的时间我就让他把合同放在这里 你对付不了他 你别招惹他 你别招惹他 林东 二条 好 九条 哎呀我糊了 给钱给钱 给你钱 我今天是摸了泥骨屁股还是老虎屁股 手这么臭 给多少 你说给多少就给多少 那 放心啦 不会让你白数的 你过来 沈金龙把他的女儿沈梦当成宝贝一样 生怕在上海受人欺负 特地安排到老家济南养家了 出去可别说是我告诉你的啊 你说过什么吗 你啊 是贱一个爱一个的 你是不知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你 不是又多数了一个敌人吗 怎么会树敌呢 只不过 这段时间 会有初局的 请问 殷少在吗 对不起锦绣小姐 殷少出远门了 出远门 他去哪儿啊 不知道 对了 殷少说把这个交给您 对了 锦绣 我有骑士去一趟济南 看来没法教你跳舞了 不过你放心 我还是你的舞伴 舞会那天我一定会准时到的 对不起 对不起 没关系 你 你这画上 是我啊 你好 我叫陈英东 我叫什么 好 小心点啊 注意安全 好 盯着下面一点啊 对对对 好 这里啊 小心点啊 请问一下 这里怎么了 好 王小老板把这儿给盘了 小心点啊 那在里面工作的那些姑娘呢 那谁知道 我们只管开工 走那儿去那儿 往这里 下来点 下来点啊 慢点啊 摇摆动作属于 比较简单的动作之类 眼睛平视对方 左手 不不不 右手 握着对方的手 然后交叉踩步 继续 交叉 哎呀 我怎么都学不会啊 嗯 平衡感是最重要的 腰部用力 前后三拍 一二三 一二三 她在学跳舞 三拍 不就是跳舞吗 不就是跳舞吗 主要是跳舞 立马 咱們 谁还在学跳舞呢 这 咱们 那是说 你也要在学跳舞吗 你也要在学跳舞呢 背部挺直 舒服 身体垂直 拦腰 祸首 左脚 右脚 左脚 右脚 右脚 左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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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爷 二爷 您这是 拉伸一下身体 二爷 您手上拿的是什么呀 怎么看上去像小话书啊 二爷 你还看这个呀 快出去 都是为了你 你 放什么呆啊 对 不对 我 停 停 我 哎哟 不是 啊 走 二爷居然在跳舞 跳得还真难看 哎哟 二爷真笨 走 哎 哎 哎 走啊 干什么呀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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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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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